王君兴这店为自家首饰品牌店开幕 获好友郑兴仪和钟朱曼到场支持 诶 怎么不见老公啊 我本来今天想叫他过来帮手 然后他就是也是担心 就很多记者他觉得有一点害羞 所以都没有过来 那王老板之后在生意上的发展 又有什么寄望呢 我们打算自家之后呢 可能新诞节我们也会在铜锣湾 可能开第二个pop-up shop 其实我没有想太多 但是我们觉得就是开这个pop-up shop 可以试一试香港不同的环境 不同的人对我们的首饰 那个反应是怎样的 然后一些地方可能反应特别好 我们就可能会在那个地方 去找一个long term的可能真的开一个比较大的 一个flagship shop这样的 谈到好姐妹李亚南早前被指患上抑郁症 虽然老公汪竹兰已经为老婆多次澄清 但君兴你有发现到异样吗 我们当然知道他是没有的 就是那个也是一些rumor来的 因为我们一直都有在我们的电话 一些group里面或者我们吃饭的时候 一直都有就是关心对方跟大家聊一聊 就是我觉得他挺他挺喜欢就是在家里啊 煮饭啊或者有时候就是他他挺喜欢一个 好像快要做一些project是关于他煮东西的 所以这个他是没有那个depression 37 owl 帅数字幕 磨一个 震 柠檬 有桶 华